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声刺耳的刹车响过 车中年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遭受到怎样的冲击 蒋介石的胸部受到强烈的撞击 宋美龄他怕疼 要哇哇大叫 赵世金车迅速投影 这是否是一场有阅谋的暗杀 一场突如其量的车祸 是蒋介石的身心受到怎样的损伤 这次车祸对蒋介石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又是如何影响蒋介石晚年的政治决策 敬请收看天涯共此时系列节目 台海节目 蒋介石突遭沉默之名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涯共此时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辰 现在您看到我身后的这张风光照呢 是位于台北京郊的杨明山 那他也是现在台湾一处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 但是在1969年的9月16号的下午 在杨明山杨德大道领头附近的湾路上 就发生了一起车祸 那么正是这样一起车祸 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是大叔特殊 那么精进 这是一起什么样非同寻常的车祸呢 而他的受害人又是谁呢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两岸的嘉宾来为您解开其中的秘密 掌声有请来自浙江大学蒋介石 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陈鸿明教授 以及来自台湾的知名传记作家王峰先生 有请二位 欢迎您 您好 请坐 台北 杨明山草山别墅 这是蒋介石到台湾的第一个居住点 为了方便蒋介石在杨明山出行 台北市政府专门拨出巨款 兴建了杨明山杨德大道 这条路堪称是当时台湾岛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 然而杨明山道路狭窄 坡斗弯极的特点 是无论怎样花费都无法改变的 1969年9月16日下午5点左右 有几辆豪华轿车俗称的蒋介石车队 驶上了杨德大道 行驶在最前面的是一辆前岛车 紧跟在前岛车后面的是蒋介石夫妇 乘坐的高级防弹轿车 最后面是两辆警卫车 然而正是这样一支特殊的车队 却在多次经过的熟悉路线上 遭遇到一场异乡不道的车祸 好 那今天既然我们关注的是一起车祸 那当然就要从这个车说起 我们知道像蒋介石这样的人物肯定出门乘坐的都是专车了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当年49年他退守台湾之后 一直到他去世26年间一共乘坐了三部专车 那都是由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卡迪拉克的防弹高级轿车 现在大屏幕当中显示的就是其中的一辆 车牌大家注意了都是0888 这样的专车怎么可能出现事故呢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当商城问道 为什么蒋介石的车会发生车祸 对啊 照道理来说蒋先出去是非常安全 怪罪就怪罪在这辆车上面 这个凯迪拉克 凯迪拉克有一种车是九人坐 九人坐他可以三台 我们这边打低的话就两排嘛 就司机一排我们后面一排 可是他的凯迪拉克的车子有三排跟四排 那蒋先坐的车你不可能说车上坐满了人嘛 是他的坐车嘛 所以中间几排位置两排位置拆掉 拆掉以后呢是不是空间很大 他可以躺着 舒服一点 他可以躺着 他跟夫人跟宋美玲两个人可以躺在里面 一面睡觉一面聊天 或者一面看着外面的风景 他喜欢看风景 下午四点钟 有点像房车了 下午四点钟他是出去 用他的话来说 他经常跟宋美玲说 爸要不要出去戳戳了 爸就是打领 就是说爱人我们要不要出去逛逛 他车车跟小孩子讲话 其实老小老小 他到了这个七八十岁的年纪 他就是要出去逛 他就是车车 其实蒋介石他逛 他散步 坐车散步这个习惯非常早 他那早年的时候 其实他们孔宋家族 孔宋家族也有这个习惯 就是宋美玲嫁给蒋介石的时候 是1927年 在1927年的时候 他们已经养成这个逛油车河 香港人广东人说油车河 就是兜风嘛 这次看似寻常的兜风之旅 蒋介石和宋美玲两人在平时已经走过无数次 在台北的风景中放松身心 已经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这一天注定不同 当车队快速经过两阁大道领头附近的一处弯道时 前导车司机发现 前面有一辆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站牌前 就在这时 从公路局班车的后面 猛然冲出一辆军用吉普车 以发疯般的速度直向车队冲来 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 唯恐这辆吉普车会冲撞蒋介石的坐车 来不及通知后面的车队 前导车司机当即紧急刹车 准备拦截这辆吉普车 就在这关键的一刹那 紧跟着前导车后面的蒋介石专车司机 猝不及防 猛的撞在了前导车的车位 前导车看到这个吉普车 超车超车冲过来 它就是刹车 也不是刹到零为止 它是刹慢一点 大概时数一二十公里左右 可是老先生坐的这一部坐车的司机啊 必须这个人就反应过度了 他就猛一刹车 猛一刹车本来是四十公里 他刹车就刹车了 可是这一刹车的瞬间啊 可能只有半秒钟的这个时间啊 老先生那个时候正在打轮 一刹车他就往前一冲 那宋美龄呢 他是睡着了 那是完全没有任何支持力量 那中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可能那个人一下穿出去了 对一下就穿出去了 他往前一转 那这个宋美龄他怕疼 就是要哇哇大叫 那蒋仙他毕竟是一个军人 所以他冲到前面去的时候啊 鼻子流血 那据说他的这个下部啊 下部也肿了 也受到外伤 可是他自己忽略他的胸部啊 他的胸部受到强烈的这个状态 意外发生之后 随行的侍卫何战斌 是第一个打开车门的人 何战斌浙江人 是1949年从大陆 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 60多名侍卫之一 他所在的部门 叫做蒋介石侍从侍卫队 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保卫单位 按照侍从侍卫队 特别警卫纲要要求 蒋介石车队出巡 要完全按照美国总统模式进行 不仅沿途 要有非常周密的警卫部署 还得到处派军警站岗放上 侍卫人员的目标是 任何时候都必须是零缺点 蒋介石车队出巡 关键地点 一定要进行清场 在清场后的道路上 行驶的车队车速一般都比较高 这位安全行驶 埋上了极大的隐患 再加上阳明山的道路 坡斗弯极 一场车祸就这样不期而遇 就在这第一时间 车队里的十几个侍卫 从不同方向 冲向蒋介石的坐车 这起车祸的确是很意外 听起来 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 蒋介石的卫队 他们这个保卫工作 也不够严密 出现了漏洞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意外 我查了一下1969年的9月16号这一天 是阴历的 就是农历的8月初 但是呢 他们这些侍卫人员 他们认为说 我们的工作做得非常周密 那军队 这个开军事会议的人 下山 他们说老实话 他们也没有犯什么错误 就是在超车的过程当中 可能开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呢 这些世卫人员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去烧纸钱 他们就走迷信的路线 认为说可能是7月 鬼月 所以才会出现这个事情 刚才谈到发生车祸之后呢 是及时要送医院去抢救嘛 两位提到的这个农民总医院 我们也通过一个图片来看一下 好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一间呢 就是农民总医院 是1958年成立的 那么这间医院呢 就是蒋介石在台湾 他和他的家人 平时生病的时候 包括一直到最后去世 都是在这间医院 可见他这个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当时医院里抢救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抢救 我看到有一位侍卫官叫何战斌 何战斌呢 他说那天他是跟着车子出去的 那事故发生之后 那他是在第三部车 蒋介石在第二部车 他看到前面出问题 因为他前面就看得到 他立刻跳下车 一把就把这个宋美龄抱起来 这已经必须当机立断了 不能再讲这个什么男女受受不轻 也不能讲说这个是我们的主人 他就立刻就抱起来 立刻送医院 当时宋美龄已经是昏迷了吗 还是 宋美龄的问题就是说 他的脖子还有腿部 双腿都受到严重的挫伤 但是没有伤到骨头 就是伤筋 没有动骨 而且他很喜欢喊 他经不了疼 所以他一直喊疼 农民总医院之前是叫陆军医院 这家医院 从1969年 蒋介石跟宋美龄出车祸之后 这家医院就是成为他们两夫妻的御用医院 蒋介石夫妇被送到医院后 蒋介石市委长孔令胜 急忙向蒋经国报告了情况 这张照片设于1949年 是蒋介石父子在家乡浙江西口的合影 让儿子蒋经国做自己的接班人 是蒋介石晚年最大的心愿 1969年的蒋经国 已经全面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 对内对外的特务组织 全清一时 当蒋经国听说蒋介石发生车祸后 立刻赶到医院看望父亲 在得知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生命危险后 一颗悬在喉咙的心才放了下来 然而事情还远未结束 当时台湾当局知道发生这个车祸之后 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台湾当局那天我听到一些宪兵 宪兵就跟大陆的武警差不多 这个宪兵的老先生跟我讲 他说当天发生的时候不得了 台北戒严 大家当时知道为什么戒严吗 不知道老百姓哪知道怎么戒严 就跟现在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呢 就觉得台北今天气氛有点怪 到处是救护车 往一往一这样到处绕 然后警车也到处 然后还有出动了很多的宪兵 到底在干什么 这个宪兵的老先生跟我讲 当天台北地区所有的宪兵 都在找那部吉普车 那部吉普车居然人间蒸发不见 不知道跑哪边去了 后来才晓得他躲到南部去 躲到台湾南部去 当时蒋介石的卫队为什么没有拦这部车 因为事发的瞬间 太突然了 蒋先生跟宋美玲两个人一个哇哇叫 一个已经受了伤了 这个应该救伤为先 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了 对 那当时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无线电 如果要打电话还跑到部队里面去打 那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跟我们有什么卫星定位 去追踪一下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样一个车祸 而且是针对蒋介石或者宋美玲的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所有的人都肯定是揣测 率先产生怀疑的 是当时负责全台湾情报组织的蒋经国 当蒋经国得知 那辆肇事的吉普车片刻未停 便逃跑的情况后 立刻怀疑 这是否是一起蓄意制造的车祸 目的是有暗害蒋介石 于是他马上给台湾各个系统情报单位的警察和特务 下达了紧急命令 搜捕肇事的吉普车 抓获驾车的人 查明事情真相 有没有台湾当时会想到 可能会不会是暗杀呢 有没有故意这种反蒋势力 来制造了这样一起车祸 会不会有 当时台湾有这个反蒋势力存在吗 有没有可能有人来制造这样一起车祸 如果以当下的情况来看的话 那如果有刺杀的行动的话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当然我刚刚也讲到 从1968年1969年开始 蒋家就是一连串倒霉的这个事情 其实在1970年 1970年的4月24号 蒋经国到美国去访问 就遇到刺杀 蒋经国行刺 被刺 蒋先心情很不好 蒋介石心情很不好 第二个月 他身体就出现状况 出现什么状况呢 很早就睡觉 早上起来很早就睡觉 还接下来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 1972年的5月20号 蒋介石就职典礼 因为他选上了新的领导人 所以要就职典礼呀 就职典礼不像我们这样 我跟陈老师 跟这个主持人可以坐着 他不行 他要站着 因为他要主持那个就职典礼 他站着 可是呢 蒋介石 他就职典礼 他是穿军装 他是穿军服 那穿军服呢 那要让他就职典礼 那要怎么办呢 他体力不支啊 站不住 站不久 那有关方面呢 想来想去 要让他站得住怎么办呢 跟他弄个权杖 那个权杖很荒谬啊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古代的太后啊 皇太后 或者是老的太后啊 组了一根拐杖 上面雕了一颗龙啊 缝啊 那有关方面 也跟他弄了一个权杖 上面也雕一些龙 雕一些缝 就让他握住 好像是大权在握的样子 从外表看不出 他是为了让他支撑他的身体 事实上就是这个目的 车祸发生后 国民党联勤指挥部 县平司令部和警察局 成为一个专案小组 出动大批警察和特务 进行紧急搜查 可是他们忙活了多日 却连一点线索也没有找到 原来车祸发生时 在场侍卫人员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忙于抢救 蒋介石夫妇上 只记得那是一辆军用吉普车 谁也没看清 那辆吉普车的车牌号 和驾车人的模样 尽管他们费时多日 对全岛的军用和民运吉普车 进行了一次拉瓦式排查 还是未能找到那辆肇事车 正当他们苦于无法向蒋经国交差时 有人出了一个主意 既然是军用吉普车 在出车时 军方一定会有相应的记录 只要把那天外出的军用吉普车 逐一登记进行摸牌 也许能够找到线索 这个办法果然有效 专案小组很快就找到了 那辆肇事的吉普车和车主 1969年9月16日 台湾扬名山 两个美式吉普车 突然从弯道直冲上来 想知谁车子里的设备板 是如何应对 这个反应过度了 他就猛一刹车 一声刺耳的刹车响过 车中年迈的蒋介石和宋美龄 遭受到了怎样的冲击 蒋介石胸部受到强烈的撞击 宋美龄他怕疼 要哇哇大叫 照着警车迅速跑步 这是否是一场有密谋的暗杀 当天啊 台北地区所有的县兵都在找内部吉普车 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使蒋介石的身心受到怎样的损伤 中车的那个车祸 那天 蒋介石82岁 他说永福车祸 折我扬寿十年 这次车祸对蒋介石的健康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又是如何影响蒋介石晚年的政治决策 敬请收看天涯计刺时系列节目台海经验 蒋介石突遭承诺之名 1969年的9月16号 这一天啊 刚好在阳明山开军事会议 这团长以上的长官呢 还是在山上开会 那天是礼拜五 跟我们现在一样 礼拜五他就等着放假 那这些将军们呢 就一看 哎呦下午四五点了 散会了 立刻就 开车下山 那所以那一天 刚好有一个 陆军第十七师的师长 这个师长呢 他就是要急着下山去会朋友 不晓得是要会女朋友 还是要会什么样的性质 他就是急急忙忙要下山 可是在这个岭头附近啊 一个大弯道 大弯道 这一边也看不到那一边 那一头也看不到这一头 所以一个大弯道下来 他开得很快 迟出很快 他冲下山 蒋介石呢 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就是写日记 他懂1917年还是写日记 一直写到1972年的 这个7月21号 他85岁的时候 那个就是写手抖不能记 所以他老年人 他大概坚持写日记 你想想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写过日记 谁55年坚持每天写日记 而且我们说出了那么大的车祸 82岁的人出了车祸之后 三天之后 他就把前面的日记还要补起来 个人习惯 所以他就是 他就用这种低矢穿石的功夫 把这个事情做成 他后来还有记 他在11月6号的时候 他再一次记到这个车祸的事情 他是大概之后 他说10月6号的时候 那个县命司令部给他报告了 他说这个前面闯祸的 那个招式的这个车呢 是那个就这个陆军第17师的 那个武姓市长 这个开的车 那在他询问他的时候呢 他说我没有任何责任 我什么事都不知道 他当时知不知道 对面这个车里面坐的 其实就是蒋介石和宋美龄 他肯定不敢讲 就知道他也不能讲 但是讲的话 这个责任完全是不一样了 要受到这次车祸的责任 那个姓武的陆军市长 还真有点冤 9月16日下午 他参加完军事会议后 就急急忙忙叫司机送他回家 国民党官兵在台湾脑上横行惯了 根本就不把警察放在眼里 经常在公路上开飞车 我该这位师长倒霉 当他的吉普车在仰德大道飞驰时 恰巧与蒋介石的车队相撞 事情发生后 他虽然不知道被撞车内 坐的是何许人也 但从车队的豪华程度和气派上判断 车内坐的绝不是一般人 因此这位市长当时根本不敢停车 急忙逃逸了 后来当他听说被撞的是蒋介石 刚是吓得魂不附体 想尽一切办法隐瞒 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 蒋介石 其实蒋介石所有的日记里面 几乎没有对车祸和肇事人进行责备的 因为蒋介石其实蛮喜欢责备人的 把责任推给别人 如果没有的话 就说蒋介石连那么老的疑心的人 他都不怀疑这个人是一个有意肇事的 他就说他的车跟前导车发生碰撞 然后蒋介石就说 拿到这个记录他一看 他说说是不了了之 没有事情 又没有责任 他也没有责任 他也不承认 那么现在给他的报告意思 也是不了了之就算了 蒋介石说这个不行 他的日记说 因为没有结果 所以就叫做不知所终 不知如何结束这件事 他说但是这个人 因为这个石器师是卫戍师 那卫戍师的话 如果不做处理 那后果就是将来再发生什么肢结问题 也未可知 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人调整 虽然没有很大的责罚 但是当时好像这个疾苦车 他是逃逸了 是吧 他当时逃到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跑 而且如果逃逸的话 当时这个蒋介石的卫队没有阻拦吗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 这个第17师的师长 他当然知道 他在超车的瞬间 他看到车队发生碰撞 他立刻叫司机 他不是自己开啊 他叫司机 一个小兵 叫他赶快走 他为什么叫他赶快走 他可以叫他立刻停下来啊 郝伯春 台湾当过这个行政最高首长 也当过蒋先的侍卫长的 他的事后的回忆 他的回忆 都写得清清楚楚 事情发生之后 他把坐车的指挥官叫到面前来说 你要受到严厉的处分 因为呢 这个事情太不应该发生了 可是你怎么会去处分一个坐车的指挥官呢 坐成指挥官他犯了什么错 他也刹车啊 可是那面想到老先生他自己会撞成这个样子啊 那错是错在十七师的师长 那这个十七的师长 蒋先的日记里面 虽然陈老师说不知所终 但是呢 实际上的处分是非常严重的 送军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 送军法 在台湾就是送军法 这意味着要去坐牢 而且这个坐这个牢啊 肯定不是很轻松的牢 是非常辛苦的 关了几年 可能每天都要挨不少的苦啊 那这个司机是一个小兵 他也只不过是当三年兵 他就可以退伍了 他就没办法退伍了 他就永远在牢里面蹲着 赵氏司机和坐在吉普社里的十七师师长 也许并不知道 因车祸 躺在荣林总医院专用病房中的蒋介石 当时的心思并没有放在他们身上 此时他最记挂的依然是反攻大陆 从1949年12月 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到台湾 到1975年 他的台湾去世 26年间 他始终念念不忘的 就是反攻大陆 1961年4月 蒋介石专门制定了用于反攻大陆的国光计划 并进行了分阶段的实施 1969年1月 蒋介石自认为私交很好的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 3月中国大陆和前苏联在珍宝岛几次发生武装冲突 他在病床上的蒋介石没有在意身体上的疼痛 他的内心反而是兴奋的 因为他认为这应该是反攻大陆的一个好机会 蒋介石当时考虑的问题很多 他这个日记里面记得一个最保密的事情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就是我们知道1969年的时候啊 就是年纪大的听众可能知道 就是中国和苏联 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冲突 我们珍宝岛为了珍宝岛 在3月份的时候打了一仗 所以那个时候在那种情况下 蒋介石居然开始考虑要和苏联结盟 来反制中国大陆 而且之间呢已经派了密集 开始谈判 所以蒋介石呢就每天在考虑 派谁去 这个谈判的要点上 他自己在医院里面 就是到19号的时候 就6月9月19号 就是三天以后他就说 我手逆了九条的那个密定 要给那个代表带过去 然后第二天把这个代表招过来 跟他讲这个原则是什么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考虑的问题 这个他其实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状态下面 其实就是大概他正常的工作状态 应该不会说后面的那些 我觉得是车祸绝对是有影响 刚才前面王翁先生您也谈到了 车祸发生之后当天啊 全程戒严 老百姓呢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也就是说当时对这起车祸 媒体是没有对外公布的 百姓是不知道真相的 那当时台湾当局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 所谓当时国民党当局有四个字 这四个字我到现在还印在脑海里面 所谓的民心士气 你想想看 国民党退到台湾去 那就是梁蒋嘛 还有国民党少数的这些官员退到台湾去 那蒋先他是整个整个这个统治阶级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人 如果他发生了一点意外的话 那还得了 那严重影响民心士气啊 所以这个是绝对要封锁这个消息 领导人的健康是最大的机密 对 或者这个地区最大的机密 这个绝对是要对一般民众封锁的 那么最后广大的这个民众 确切的知道这起车祸的来龙去脉真相是在什么时候 那么知道真相之后 整个台湾社会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真正知道阳明山车祸来龙去脉 是到了90年代初期 换句话说是30年 20几年以后 20几年以后的事情 当时就仅止于说发生了一场神秘的车祸 可是不晓得主角就是蒋介石宋美 像刚才两位所说的 其实这个车祸发生之后 对于蒋介石 无论是他的身体还是精神上 好像都是造成了极大的这个伤害 那刚才我们说了身体上有很多的这种疾病的出现 比如说身体很虚啊 出息汗啊 等等等等 体力不支啊 那么在精神上呢 他和之前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大的变化 比如说他在决策上和以前有没有发生变化 有 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从把它放这些小事情 放在大历史里看 就蒋介石本身在这个60年代中期之后 他基本上因为长期 原来他的整个的政策的中心支柱是反攻大陆 对 但实际上从63年 我的研究是从63年之后 他基本上慢慢开始 反攻大陆和建设台湾已经并行了 所以慢慢的 然后之后的时候 慢慢政策越来越转向 就是建设台湾 但他以为他自己的反攻大陆 是他的一个政治图腾 他不能放弃的 他如果放弃的话 他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都没有了 所以呢 他 但这个之后 他开始到70年代开始 实际上那个时候 蒋经国已经慢慢的开始当家做 从这个台湾开始经济上 做了很多的工作 十大建设 大概就这个时候开始 一期的就是69年70年左右 慢慢开始 整个在政策的中心转积上 就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从反攻大陆转向建设台湾 另外一方面就是 政权的这个交接 就蒋介石已经开始把这个政权的中心 交给他 所以他反而是说 慢慢慢慢有一点这个 放下权力之后 交给他儿子做 然后说他自己 其实就是蛮注重这个 后面的这个养生也好 跟家人的这个 天伦之乐 那看到这照片 我也想起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很少看到这个 蒋介石和这个宠物在一起的照片 那我们看那边也有一张是狗的 那蒋介石的日记里 他记得蒋介石有 有蛮多 有三个宠物 我们说如果蒋介石整天抱着一个狗 那在台湾这个照片 他说他之前绝对不能公开的 因为蒋介石的形象是另外一种形象 你不可以说玩物上智 中国人说 有养生物的人大概都知道 这其实是有另外的 很多的含义在里面的 尤其是像他这样的一种政治人物 20世纪70年代 年过八军的蒋介石磨难不断 平日里与蒋介石接触最多的是像何战斌这样的侍卫官们 蒋介石天性谨慎 他睡觉时贴身侍卫大约在五六米处睡觉 而侍卫离卫室不到十米远 他一叫喂 侍卫必须听到 西安事变时就是贴身侍卫们护送他逃离现场的 在一些侍卫看来 蒋介石性格深沉 难以琢磨 很少流露真实情绪 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 当五官报告退出联合国的消息时 蒋介石气愤的把鸭舌帽丢到地上 在旁边的侍卫英顺仁 却看到了这位枭雄的眼泪 英顺仁回忆说 跟着蒋这么久 第一次看到他掉眼泪 1972年是台湾的大选之年 已经86岁高龄的蒋介石 在遭到内政及外交等一连串打击过后 自敢日落西山 此后的日子里 他不得不常常与病榻为伴 我们看一些世卫人员他们写的回忆 我就发现很巧妙的事情 这个车祸对他影响真的非常大 那大概车祸发生之后两三个月 蒋介石就觉得不对劲 觉得身体不对 那当时的副领导人叫颜家干 颜家干就到医院里面去看他 那蒋先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永福车祸 他称这个地方叫永福 虽然我们刚刚称这个地方叫领头 可是实际上蒋先是把他称为永福 他说永福车祸 责我阳寿十年 蒋先他个人的养生长寿之道 是非常 我认为他是非常周到的 以他的养生 以他对身体的保养 我认为他活百岁不为过 他的太太活106岁 他自己本身 如果不是那场车祸的话 他还不至于身体那么快地走下坡 那他走下坡的时间点就在车祸之后的五个月 车祸之后的五个月 他的御医啊 他的医生啊叫熊丸 熊丸的回忆录里面也写得非常清楚 他说啊 我们在车祸的时候呢 并没有发觉 先生身体有任何的异样 只不过一些外伤 颜面的一些外伤 身体的一些外伤 下部的一些外伤 治疗一下就好了 可是没有想到五个月之后发现 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啊 听到杂音 听到杂音 听到杂音之后就进一步做检查 发现他的心脏的主动脉 损伤 那这个损伤的时间点 应该就是那个车祸瞬间 碰撞造成的 好 那这个是第五个月 第七个月发生什么状况呢 因为蒋先生啊 他的生活是非常规律的 早上四五点钟 四五点钟 天蒙蒙亮他就醒来了 晚上大概十点到十一点之间就寝 他工作时间 一般来说 他年轻 年富力强的时候啊 一天工作时间 他工作狂 一天工作时间 十六个小时 陈老师看他的日记 应该是非常清楚 这个树心业魅 勿田而所生啊 我们不要对不起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早早起床 晚晚睡觉 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可是呢车祸之后 第七个月开始 世卫官发现他出现一个问题 早上九点半就得睡觉 早上九点半啊 他跑去睡觉 他不上班 体力已经不支了 他不支 他不支 然后有一次的 呃 当局的开的一个所谓的动员乐会啊 是他要当主席的 他那天爬不起床 他勉强打一个电话 给当时的秘书长 叫张群 嗯 他就告诉张群说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会议是不是可以晚一点 啊 本来是十点钟 我们可不可以晚半个小时 张群就问他怎么回事 他就告诉他说 我身体不舒服 那就不要开 我们 我们就改天 可是他坚持 后来呢 张群就告诉他说 我们就绝对不要开 世卫官就说 他那几天的身体状况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车祸后遗症 我们想这个 蒋介石这个撞车的那个时候啊 那天 是蒋介石82岁 82岁 那对于一个82岁的老人来说 不要说有那种伤害 没有那个伤害 那个惊吓 嗯 也会受到影响 他的日记啊 大概在22号的时候 他就说 我补记了16号到19号的日记 也许就是说 他19号之前 他是没法记日记 那之后他就开始 这个正常的工作 而且那个每天 记得那个事情呢 已经相当的多 嗯 然后而且到了23号的时候 他就说 他22号他就去 又去参加会议了 到26号的时候 他的日记很有意思 说 这个我已经完全好了 没有问题了 但是夫人呢 现在也好一点了 然后他下面写了 就是 因为那个9月26号 是中秋节 他说 今年的中秋节啊 往年我们家里面都是太绿的 因为蒋家非常忠于这个节庆啊 生日啊 这个家庭的气氛很好 所以今年我们夫妻两个住在医院里面 就是就是有点凄凉 不像往日那么热闹 嗯 从1972年开始 蒋介石有三年多的时间 几乎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原来身体好的时候 蒋介石很喜欢在花园里散步 有时心情好 他还会边走边唱着早年的军歌 即使在生病之后 他也经常让人推出来 在院子里转一转 1975年4月5日这一天 通知蒋介石将要散步的电铃声多次响起 侍卫们站在各自的岗面上等待 但是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出现 晚上九点 士林官邸铃声大作 蒋介石再次病危 在场的医务人员立即进行紧急抢救 但最终没有挽救蒋介石的生命 蒋介石在青年节这一天 走完了他的八十八年的漫漫人生路 一身功于过 留给历史听说 人们还清晰地记得 当天晚上台湾天空雷雨大作 蒋介石他后来 就是在他这个最后那个死之前的那个遗嘱之前 他七一年的时候 非常重要六月份的时候 身体越来越差 七一年的五月份体检过之后 六月份拿到报告 那他觉得真是不行了 他自己觉得不是任何 就是这个他说 将来连医药和休息都不能改变的话 就是我肯定就是按照这个自然规律 老也要老死了 所以我必须对什么事情有安排 所以他能做 所以他那个东西 他是应该有点 有点这个 有预传对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和未来的走向 因为八十多岁的人了 随时都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而且那个 就是他说 那个医生告诉他 现在心里有衰竭的情形 其他方面有问题 他说我自己感觉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以后 这个碰到这个医药和休息 都不能解决问题了 那就是说就是要死了 所以我后面有种种的安排 他是这样写 那刚才这个 那个王文贤 讲到那个就职的事情 那个蒋介石日记里有记 1972年的5月20号的时候 就职典礼 蒋介石回去说 今天这个记日记啊 这个行李如意 就是整个过程啊 完全按照这个程序走的 他说 这个我这个读诗词 这个就职典礼 你要读诗词的 读诗词的时候 声音这个红亮 实出意外 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解读 就是他这个实出意外 除了其他人的意外 还是蒋介石自己 因为蒋介石自己认为 自己身体已经不行了 中气不足 现在他声音突然发声 发那么大 实出意外 就是他就他觉得 他那个表现还不错 然后他就因为表现还不错 然后他下面接着讲了一句话 非常重要 他说 唯以 未举右手宣誓为欠 就是 但是有一件事情啊 他做的做得很不对 就是 他宣誓的时候啊 没有举右 那我们知道 那我们知道蒋介石这个时候 在这次做那个台湾这个领导人的时候啊 他已经是连续从四八年开始做的时候啊 已经是这个第六次了 所以呢 他应该那个对这个这个程序他完全熟悉 而且蒋介石都见过多少大场面 所以我们想想如果一个人不举手宣誓 那这个宣誓有什么意义 就是他有点糊涂了 他也不是 如果有意的话 他不会说 我违欠 我要抱歉 就这件事情 但他对谁抱歉 不知道 应该是对老百姓抱歉吧 嗯